听读练习 语言 好的 一定会有办法的 没问题 每天都能说出这种基底话语的人 他们的每一天也都会过得非常顺利 即使遇到了困难 相反 每天嚷着 太太 太糟糕了 太让人愤怒了 太讨厌了 真倒霉的人 遇到的困难也格外多 运气也显得极其糟糕 语言就好像鸽子的翅膀 只有尽力煽动 才能飞到理想的彼岸 积极乐观的语言 能带给我们美好快乐的人生 好的 一定会有办法的 没问题 每天都能说出这种基底话语的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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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每一天 也都会过得非常顺利 即使遇到了困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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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反 每天嚷着 太糟糕了 太让人愤怒了 太讨厌了 真倒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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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到的困难 也格外多 运气 也显得 极其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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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就好像鸽子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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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尽力煽动 才能飞到理想的彼岸 只有尽力煽动 才能飞到理想的彼岸 只有尽力煽动 才能飞到理想的彼岸 只有尽力煽动 只有尽力煽动 才能飞到理想的彼岸 积极乐观的语言 能带给我们美好快乐的人生 积极乐观的语言 能带给我们美好快乐的人生 积极乐观的语言 能带给我们美好快乐的人生 积极乐观的语言 积极乐观的语言 能带给我们美好快乐的人生 好的 一定会有办法的 没问题 每天都能说出这种积极话语的人 他们的每一天也都会过得非常顺利 即使遇到了困难 相反 每天嚷着 太糟糕了 太让人愤怒了 太讨厌了 真倒霉的人 遇到的困难也格外多 运气也显得极其糟糕 语言就好像鸽子的翅膀 只有尽力煽动 才能飞到理想的彼岸 积极乐观的语言 能带给我们美好快乐的人生 好的 一定会有办法的 没问题 每天都能说出这种积极话语的人 他们的每一天也都会过得非常顺利 即使遇到了困难 相反 每天嚷着 太糟糕了 太让人愤怒了 太讨厌了 真倒霉的人 遇到的困难也格外多 运气也显得极其糟糕 语言就好像鸽子的翅膀 只有尽力煽动 才能飞到理想的彼岸 积极乐观的语言 能带给我们美好快乐的人生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